打定主意就是不开口多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一反以往有话直说态度 就在林权会倒数最后时刻 传出洪秀柱已经拟好光荣退下宣言 我已经多次透过简讯 也透过间接的方式传达 也有一些公开的道歉 可能我想洪副院长 可能想说用一个比较自然 在明天见面的方式 他还会发表演说 虽然透露在林权会之前 没机会和洪秀柱见上一面 但朱立伦依旧坚持尊洪路线 淡化对立强调团结 不过眼看大选时间紧迫 蓝颖拱柱派早就准备好了 超过一半将近900位党代表 联署驻下朱上 另外还包括全体中常委 以及九成以上的国民党立委 都挺朱立伦 林权会上一旦废止洪秀柱 提名案通过 选策会七人小组立刻审核 并且征召朱立伦参选 但新北版图不能放 目前传出朱立伦 倾向代指选总统 国民党立委话说的直白 毕竟攸关资格选情 但如何在周六林权会上面 给洪秀柱面子里子光荣退下 国民党已经架好舞台 就看女主角珠珠姐如何接招 记者李世坚 王志愿 朱涵云 安小组台北报道